诗篇第四十五篇 可拉后裔的训会诗又是爱慕哥 交与灵长调用百合花 我心里涌出美词 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 我的舌头是快手笔 你比世人更美 在你嘴里满有恩惠 所以神赐福给你 直到永远 大能者啊 愿你腰间佩刀 大有荣耀和威严 为真理 谦卑 公义 赫然坐车前往 无不得胜 你的右手必显明可畏的事 你的剑风快 射中王敌之心 万民扑倒在你以下 神啊 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 你的国权是正直的 你喜爱公义 恨物罪恶 所以神就是你的神 用喜乐游告你 胜过告你的同伴 你的衣服都有墨药 沉香肉桂的香气 象牙宫中有丝弦乐器的声音 使你欢喜 有君王的女儿 在你尊贵妇女之中 王后佩戴俄斐金氏 站在你右边 女子啊 你要听 要想 要侧耳而听 不要纪念你的民和你的富家 王就羡慕你的美貌 因为他是你的主 你当敬拜他 推罗的民必来送礼 民中的富族人 也必向你求恩 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 她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 她要穿锦绣的衣服 被引到王前 随从她的陪伴童女 也要被带到你面前 他们要欢喜快乐被引导 他们要进入王宫 你的子孙 要接续你的列祖 你要立他们在全地作王 我必叫你的名被万代纪念 所以万民要永永远远称谢你